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应该拿起武器反抗纳粹德国吗 如果选择反抗 势必会遭到德军的报复 还可能会激怒德军 最坏的情况甚至是德军会推翻现有的丹麦政府 直接掌控这个国家 而选择不反抗 那么丹麦将一直是纳粹的傀儡 不得不成为希特勒的帮凶 丹麦的问题其实是当时全欧洲都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在二战期间 欧洲国家和欧洲人都在进行这种两难的选择 面临着各种道德困境 在这本书里我们发现 无论是与纳粹合作还是进行抵抗 我们都很难用对错来衡量 因为选择合作或者选择抵抗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可能是来自国际社会的指责 也可能是付出国家领土和主权 还可能是牺牲了平民百姓的生命 然而 作者依然想要对欧洲进行一次审问 在纳粹德国疯狂扩张的过程中 对于那些选择主动投降的国家 或者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成为帮凶的国家 他们到底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抵抗 德国最终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征服了欧洲大陆 这位要问责的作者就是伊斯特万·狄克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塞斯洛荣誉教授 狄克之所以研究战争时期 欧洲人身上的社会和道德秉性 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二战的亲历者 狄克的祖国匈牙利在二战时期是一个矛盾的小国 这个国家与德国相邻 面对希特勒的虎视眈眈 匈牙利不得不选择屈服 后来 匈牙利又成了与德国关系最紧密的盟友 直到战争的最后也拒绝向盟军投降 狄克亲眼见证了这个小国所犯下的罪行 这就让他可以用一种独特的视角 来审视欧洲各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好 介绍完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概况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这本书 下面我将分四个部分来为你解读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对象是英国 作为欧洲传统强国 为什么英国对德国的扩张行为不加以遏制 反而采取纵容的态度 之后我们要讨论在战争初期 欧洲各个小国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分析他们在面对德国入侵时 为什么都采取不抵抗甚至是主动合作的政策 然后我们将讨论战争中后期 欧洲各地爆发的抵抗运动 来看一下各国抵抗组织 面临着怎样的道德困境 最后我们将讨论战后的审判运动 来看一下曾经的纳粹占领国 如何通过推卸责任来缓解国内矛盾 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 在二战爆发前夕 为什么英国对德国的扩张行为不加以遏制 反而采取纵容的态度呢 我们知道在二战爆发之前 英国首相张伯伦一直主张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 当时的纳粹德国先是扩充军备 之后又参与了西班牙内战 最后甚至还吞并奥地利 占领了杰克斯洛伐克 而对于希特勒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 英国完全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也因此才使得希特勒 可以轻易地完成战争的前期准备工作 所以如果要对欧洲各国进行审问的话 英国应该排在第一位 我们要弄清楚 英国为什么要采取绥靖政策 以及它的绥靖政策又为什么会失败 之所以英国采取绥靖政策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惧怕战争 更准确地说 英国惧怕的其实并不是希特勒 或者纳粹德国 英国惧怕的是全面战争的爆发 当时英国正处于国力衰退期 英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矛盾严重 英国迫切需要稳定欧洲局势 避免自己卷入新的战争 而英国之所以要纵容德国做大 就是想要利用德国来制衡 像法国和苏联这样的欧洲大国 这样在大国之间可以维持一种势力均衡 使得各国都不敢轻易开战 那么为什么英国稳定欧洲局势的努力会失败呢 那是因为英国在推行绥靖政策时 舍弃了它身为大国的责任感 我们来看一下英国在1938年 慕尼黑会议上的表现 当时的情况是 德国想要吞并杰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而杰克斯洛伐克也已经动员了100万军队 同时他还与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 大战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然而英国为了防止战争爆发 所以主张稀释宁人 于是在慕尼黑会议上 英国竟然把苏台德地区直接划给了德国 对于这件事 英国天主教作家杰拉尔德·费因 在《道德与战争》这本书里曾经做过讨论 费因认为 当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时 为了避免全面战争爆发 其他大国是可以说服受侵略的国家主动让步的 但是这个让步是有前提条件的 那就是让步只是权宜之计 并不是要让受侵略的国家彻底屈服 我们说 英国迫使杰克斯洛伐克对德国让步 他的目的确实是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 但是杰克斯洛伐克在做出这个让步之后 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 这个国家向德国彻底屈服了 失去了苏台德地区 杰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也相继被德国占领 而这个结果呢 其实英国是完全可以预判的 换句话说 英国在做出这个决定时 完全没有考虑杰克斯洛伐克的利益 英国只是把杰克斯洛伐克当作他在欧洲博弈的筹码 慕尼黑会议使得英国的国际声誉严重受损 尤其是苏联已经完全失去对英国的信任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杰克斯洛伐克是与苏联有同盟关系的 英国出卖了杰克斯洛伐克 这就等于也把苏联推到了对立面 苏联此时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在欧洲的安全问题 所以为了制衡英国 苏联只剩下一个选择 那就是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我们说英国最初的目的是想阻止战争 但是让英国人想不到的是 他为了避免战争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反而加速了德国的膨胀 造成了全面战争的爆发 在与苏联签订条约之后 希特勒已经解除了所有的后顾之忧 1939年9月1日 德军全面入侵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而让英国人更加想不到的是 德军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征服了欧洲大陆 这样的速度可以说是快的惊人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 德国在战争的头两年 为什么扩张的如此顺利呢 这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欧洲各国在面对德国入侵时 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 德国之所以可以快速的征服欧洲 其实是因为它在早期的扩张过程中 基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以丹麦 挪威 荷兰为代表的西北欧国家 从战争开始就宣布中立 甚至在德军已经逼近的情况下 这些国家依然没有动员起有效的防卫力量 而像罗马尼亚 匈牙利 保加利亚 这些中南欧国家 则与德国签订了同盟协约 加入了纳粹阵营 就连本书的作者狄克都不仅发出感慨 这些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 对抗纳粹德国的入侵呢 在战争初期 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得不在三个选项中 做出抉择 第一是同英法两国合作与德国对抗 第二是与德国合作成为希特勒的盟友 第三就是置身事外保持中立 我们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这三个选项 很轻易的就会选择与德国对抗 但是对于当时的欧洲各国来说 要做出这个选择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以西北欧国家为例 在战争初期 几乎所有的西北欧国家都选择了中立 这其实和这些国家 对于这场战争性质的理解有关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去回顾二战时 都知道这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不过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绝大多数欧洲人可都没有这种意识 在这些中立国眼中 这场战争其实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就是一场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 所以对于这些中立国来说 英法两国和德国之间并没有哪一方是正义的 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北欧的挪威 这个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宣布中立 在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在战争当中保持中立的概念 保持中立不是说中立国完全切断 与交战双方的联系 而是说中立国维持开战前的状态不变 因为只要中立国改变战前的外交态度 就有可能会打破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 而当时最先想要破坏挪威中立国地位的 其实并不是纳粹德国 而是英国和法国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的铁矿严重依赖于从挪威进口 如果控制了挪威 就会极大的打击德国的重工业 因此一个复杂的局面就出现了 当时纳粹德国是支持挪威中立的 因为只要挪威维持开战前的状态不变 德国就能得到充足的铁矿供应 而想把挪威拖入战争深渊的 反而是英法两国 当时的英国为了切断挪威的铁矿出口 甚至还派军舰封锁了挪威的出海口 法国也极力主张将德军引向挪威 并在挪威领土上开战 在这种情况下 挪威就更不可能主动帮助英法两国与德国开战了 其他西北欧国家呢 也都和挪威面临相似的问题 丹麦 荷兰和卢森堡 这些国家对于英法两国并不能完全信任 他们也不想卷入这场战争 因此 这些国家在战争开始 就强调自己的中立立场 而当德国大兵压境的时候 这些国家也几乎没有做什么抵抗 就向德国投降了 这也就导致了德国可以兵不血刃的 征服西北欧地区 我们说 对于德国早期的快速扩张 这些不抵抗的中立国 确实负有很重要的责任 但是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这些国家在当时面临的两难选择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 约翰·米尔斯海默 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当中 讨论小国与大国博弈时 曾提出过一种战略 叫做跟着墙惹走 这种战略是指 小国通过投靠强国 使国家得到保全 首先要强调的是 米尔斯海默是不赞成使用这种战略的 因为这势必会让小国 出让部分国家主权 但是 米尔斯海默还提到 当小国在与强国对垒时 因为他们弱小而孤立 所以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向敌人屈服 其实 我们看当时的西北欧国家 他们就是处在了 米尔斯海默所说的 孤立无援 别无选择的境地 这也就导致了 这些国家不得不向纳粹德国屈服 在西欧和北欧地区沦陷以后 以罗马尼亚 匈牙利 保加利亚为首的中南欧国家 也纷纷向纳粹德国臣服 到了1941年6月 德军就基本完成了对欧洲大陆的征服 我们说 德国在扩张的过程中 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 但是 这种情况马上就要改变 因为在这一年 德军发动了向苏联的进攻 1943年2月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苏军击败 这也成为了二战的转折点 此后 盟军开始了全面反攻 而随着盟军的反攻 欧洲各地也纷纷爆发了 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 不过 当时各国政府 还都是被纳粹德国做把控 所以发起抵抗运动的 都是非官方层面的地下组织 我们说 各国政府在战争初期 都瞻前顾后 没办法抵抗德国的入侵 那么 这些非官方层面的地下组织 能够放开手脚反抗纳粹的统治吗 这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话题 各国的抵抗组织 面临着怎样的道德困境 在本书当中 狄克专门用了一张的内容 来讨论各国的抵抗运动 而这张的标题非常耐人寻味 叫做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 我们说 这些抵抗组织 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战斗 那为什么狄克会把他们 叫做恐怖分子呢 那是因为 这些抵抗组织 并不只是要从纳粹手中 解放祖国这么简单 他们还有其他两个目的 第一 是为国家带来一场社会变革 第二 就是要驱逐国内的少数民族 而在抵抗组织完成这两项目标时 受到伤害最大的 既不是纳粹占领军 也不是抵抗者 而是平民百姓 狄克在书里 选取了两个抵抗运动的案例 一个发生在意大利 一个发生在南斯拉夫 通过这两个案例呢 我们能够看到 平民百姓在这些抵抗运动当中 所做出的牺牲 我们先来看一下 意大利的抵抗运动 意大利应该是当时 最需要变革的国家之一 我们知道 意大利是欧洲最早实行 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家 同时 它也是纳粹德国的盟友 所以在1943年盟军攻入意大利地区之后 意大利的抵抗组织 必须要想办法证明 此时的意大利 已经与法西斯划清了界限 而证明的最直接方式 自然就是对于德军发起抵抗运动 1944年3月 一支游击队在罗马袭击了德国军警 造成了33名德国军警死亡 而作为报复 纳粹党卫军处决了335名意大利平民 对于这件事啊 我们先不要急着谴责纳粹的残忍 因为根据当时各国签订的海牙公约 德国的这种报复行为是合法的 而且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这次抵抗行动带给德军的损失 可以说是不痛不痒 并且在德军采取报复行动之后 意大利抵抗组织从此就掩其息鼓了 那么这样的抵抗运动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这次抵抗运动的目的 并不在于给德军造成严重打击 而是为了制造舆论 游击队在行动之前就应该知道 这次袭击会带来德军的报复 因为这种报复在当时已经算是惯例了 其实也正因为德军的这次报复行动 使得国际社会开始同情意大利的遭遇 这大打加深了意大利的被害者形象 在战后 意大利也大肆利用类似的案例进行外交宣传 这让人们仿佛忘记了意大利曾经和德国一起犯下的罪行 使意大利从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 摇身一变成了战争的受害者 对于发生在意大利的游击队抵抗运动 我们很难用道德标准来评价 抵抗的对象确实是纳粹和侵略者 同时这次抵抗运动还改善了意大利的国际声誉 但是正因为这些抵抗运动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的报复 无辜的平民为此献出了生命 当然类似的剧本不止发生在意大利 在南斯拉夫这种抵抗运动与报复行为表现得更加血腥 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北部一直被匈牙利占领 而当时的匈牙利是德国的盟友 在1941年末 一支游击队向匈牙利占领军发动了几次袭击 而作为报复 匈牙利军队屠杀了至少3000名平民 然而匈牙利人没有料到 他们的这次报复行动 竟然为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种族清洗行动提供了口实 因为南斯拉夫北部地区要比南部地区经济发达 同时南斯拉夫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当时的情况是 北部地区居住了数万名匈牙利人 而南斯拉夫人主要居住在贫困的南部地区 所以南斯拉夫游击队 以匈牙利的这次报复行动为借口 杀害和驱逐了居住在北方的匈牙利平民 而在战后 南斯拉夫政府又把居住在南方的南斯拉夫人 移民到了富裕的北方 南斯拉夫地区的这次抵抗运动 可以说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 我们说南斯拉夫作为被侵略国 理应受到同情 但是因为这次种族清洗行动 反而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指责 在这场运动中唯一获益的 或许就是那少部分千离南方的南斯拉夫人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南斯拉夫的这种报复形式 在当时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在二战当中 只要掺杂进种族观念 侵略者与抵抗者的对抗 很容易升级为极端行为 而最后 为这些极端行为付出代价的 往往都是平民百姓 欧洲各国的抵抗运动 是从1943年初全面爆发的 而纳粹德国是在1945年6月正式投降的 也就是说 欧洲各国在这种抵抗与报复的 反复折磨下 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如果要是从1939年战争爆发时算起 那么这场战争 一共持续了将近六年的时间 在这六年当中 欧洲一共有五千万人死于战火 这些人或者死在战场上 或者死于占领军的报复行动 或者死于各国的种族清洗行动 而在战争结束之后 自然要有人来为这场 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负责 因此 在战后 全欧洲都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审判运动 而这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第四个话题 战争结束后 曾经的纳粹占领国 如何通过推卸责任 来缓解国内矛盾 当时 各国的审判对象 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自然是纳粹德国的战犯 另一类就是各国中 与纳粹德国进行合作的通敌者 那么 各国通敌者 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制裁呢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各国对于通敌者的审判 那就是雷声大 于一点小 奥地利是欧洲各国 接受审判人数最多的国家 有超过50万人被判有罪 但是 这50万人 也不过是被剥夺了投票权 或者只是罚款而已 并且到了1948年4月 政府就免除了48.7万人的处罚 在比利时 有2940人被判处死刑 但是 只有248人被罪中执行了 在法国 有31万人被立案 而实际被调查的 只有9.5万人 那么欧洲各国 为什么对通敌者 如此宽容呢 第一个原因是 这些通敌者 与德国合作的动机 太过复杂 有些人与德国人合作 可能只是为了 让自己的国家 免受战火摧残 比如 我们开始提到的 西北欧中立国 像挪威 丹麦 卢森堡 他们在投降德国之后 几乎就没有受到过 纳粹的严苛统治 这些国家 在整个二战中的 平均死亡人数 甚至还不到1万人 所以 对于这些 纳粹的合作者 确实很难评价 他们的功过 此外 第二个原因 也是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战争已经结束 各国的首要任务 应该是重建家园 恢复国家的繁荣 而严厉的惩罚 其实并不符合 各国的利益 比如意大利 我们说 这个国家是 法西斯党的发源地 在战前 有数量庞大的 法西斯党成员 但是我们也知道 意大利 也有众多的抵抗组织 所以 如果过分强调这些 原法西斯党的罪行 只会激化国内矛盾 甚至可能会造成 社会动荡 那么 如果各国的通敌者 没有受到制裁的话 各国人民 在战争中所受的苦难 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在欧洲西部 人们把怒火 发泄给了本国的妇女 而在东部 承担责任的 则是各国的德意志人 欧洲西部各国 在被德军占领时 至少有十万妇女 曾经与德国士兵 发生过关系 这些女人在战后 被剃成光头 并且还要游街示众 当时有许多女人 与德国士兵 生下过孩子 这些孩子也备受歧视 当时的人们认为 有德国血统的孩子 都存在着智力缺陷 有些国家 甚至不给这些孩子 登陆国籍 而在欧洲东部 各国则是在以一种 更残忍的方式 对待德意志人 当时东部各国 都在紧锣密鼓地 驱逐本国的 德意志民族 据统计 大约有1300万德意志人 被各国驱逐出境 他们被盟军 成批地运往德国 不过要知道 这些德意志人 大多都是在几代以前 就离开德国本土了 所以这些人 根本就不会把德国 当成祖国 在他们眼中 他们是被自己的祖国 给放逐了 无论是对 本国妇女儿童的侮辱 还是对于 德意志人的驱逐 这些行为 其实更像是一种 宣泄和报复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 欧洲人没有办法 团结起来对抗德国 然而 到了最后的报复阶段 各国似乎 终于可以统一步调了 这不得不说 是一种讽刺 而更讽刺的是 真正的纳粹战犯 也没有完全受到惩罚 在英美等国主持的 纽伦堡审判当中 仅仅提审了23名被告 就算加上后续的12次审判 受审人数也不过200人 这个人数还没有比利时 被判死刑的通敌者多 更多的纳粹战犯 其实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他们大多是军事将领 或者是科技人才 这些人将成为 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和技术顾问 他们将在此后的美苏博弈当中 成为两方的重要筹码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欧洲大陆都将笼罩在 美苏冷战的阴云下 好 以上就是我就审问欧洲这本书 与你分享的内容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讨论了英国的绥靖政策 我们知道了 英国采取绥靖政策的目的 本来是为了阻止战争的爆发 但是 因为它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舍弃了大国的责任感 结果是德国轻易就完成了战前的准备工作 之后 我们讨论了欧洲各国在战争初期面对的两难选择 这些国家对于英法两国并不能完全信任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跟着强者走 然后 我们讨论了战争中后期的抵抗运动 他们抵抗的目标是纳粹占领军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报复 而这些报复行为又很容易走向极端 演变为大屠杀 最后 我们讨论了战争结束后的审判 各国为了弥合国内的种种矛盾 只能让与德国士兵有关系的妇女成为替罪羊 并且驱逐国内的德意志民族 而众多的纳粹德国战犯 则成为了日后美苏冷战的筹码 保加利亚作家 格奥尔基·马尔科夫 曾写过一本回忆录 在回忆录里 他记录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当时 一位保加利亚民兵队长 问一位保加利亚平民 你的敌人是谁 结果 这位平民给出了一个意外的答案 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 我不认为我有任何敌人 于是 这位民兵队长诧异地喊道 难道你就不恨任何人吗 民兵队长或许说得没错 经历过二战的人 不可能没有任何怨恨 但是 这位平民也没有说谎 在二战这么复杂的环境下 可能许多人根本不知道 应该去恨谁 他们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罪魁祸首 谁才是正义的一方 我们把二战的责任 全部推卸给纳粹和德国人 是很容易的 但是 这并不代表 其他人就是绝对道德的 二战本身就是一场 很难用道德和正义 来衡量的战争 好 以上就是这一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